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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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各位家庭觀眾 今天我將會用這把聲線 和大家討論一下 一個我很關心的話題 今天的Live 是不會說粗口 也一定 不會有些過分 激動的 過分激動的 過分激動的延遲 你沒有眼花,這個真的是 Servinnie來的,她之所以 這樣說話,是因為這幾天寫著 《柔情似碎》的過語歌,入了狀態 但聲音又成這樣,是不是有些嚇到呢? 給大家看一下 你現在在看東西 你聽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還是這樣的話,我 是這些 I'm sorry 不小心說了粗口 Servinnie還很認真地拿寶仔和筆出來 放心,不是小器寶 只是想抹下粉絲的推介歌 拿點靈感 至於為什麼我要出一隻溫怨的作品呢? 是因為本人 我覺得進入了一個 可以處理到這種溫怨情緒的一個 的一個年紀 還有慢慢開始 可以用這把聲線去唱歌 嘻嘻咪咪姐在旁邊 就提議了 是抹結果壹林億年 我現在寫下 誰的那一刻沒有太郎 是一個矯情和深沉的歌 果然我的讀者也是比較有趣的 其實這樣說話也有點疲倦 我覺得 如果要我整晚都這樣跟人說話 究竟會怎樣 我覺得說那一刻有些眼分 要用這個聲線 真是女神 眼睛到不斷打哭路 唯有分享一下生活趣事 提提神吧 今天我去了 和我妹妹做健身 接下來我都會 很有鬥心 我要做到健身 因為我發覺其實 有一天 我很想很固定 這樣 然後跟我妹妹去健身 的時候 就發現 那 我也不介意 我覺得 我不喜歡我妹妹 又高過我 又輕過我 所以這個 對於這個 個人來說 你要跟我的妹妹 去比較的時候 然後我就不舉 那不舉 我今天就去了 做jam 我發覺 無論我講多少 生活的趣事都好 只要配合這位聲線 我大概每五分鐘 我就會有點想睡覺 如果大家 睡不著或者失眠 你可以嘗試用這聲音 跟自己說話 大家今晚早點睡 早點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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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Servinnie這個 解決失眠的方法 對大家有沒有幫助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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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